以色列坦克在纲停禁 以軍就战斗位置 现在中东战火一触即发 我们正在战斗七鬆战斗 以di师 amst masa 欣仰的冲耀 以色列防长格朗特 下令空軍做好攻擊準備 依然外交部則反槍說 一定會報復哈馬斯首腦哈尼亞 遭暗殺之仇 中東緊張情勢升溫之際 美國總統拜登和妻子吉兒 搭機回到白宮 與副總統賀錦麗 以及國安高層顧問 召開緊急閉門會議 商討中東局勢 因為根據Axios報道 布林肯5號表示 華府研判伊朗 會在24到48小時內攻打以色列 華府高層繃緊神經 結果前美國總統川普 還在一旁敲鞭鼓 川普後參與電玩實況主 網紅螺絲直播 大爆料說伊朗即將對以色列 閥門攻擊 但沒透露消息來源 川普蹭中東局勢 還秀了一首花式自誇 說他當總統不會有戰爭 靜雄雅惠文黃品杰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靜好新聞